委任是否留存在維俏以及 並以文資相關程序辦 過去並通過設計手法進行保測 申請單位依上開 期待決議提供視覺計劃過渡 由國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執行 計劃主持人為楊鳳比 本局在今年 1 月 19 日 邀請趙金融委員 李強領委員及民附國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結論請提案單位依委員件修正 並且修正計劃 送本審議會審查 那申請單位在 2 月 4 日的時後 提供修正計劃送機審查 這是本局 103 年的公告資料內容卡 那這是補機保存的範圍位置 那本案愛國東路 210 像是在西側圍牆的位置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查 並應審查決議辦後續 接下來請開發單位這個情景報說明 接下來請開發單位這個情景報說明 這個台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 210 項 這是一個相對單純的案 這是一個相對單純的案 地底下可以挖到什麼 所以是可以一側 那這是開發的地點 就是愛國東路 210 項 那就是這個位置是台北郵局 就是這個圍牆 那這條路是 後方的方向是在中線往南邊 是後方的一個方向 所以距離現在這個圍牆還有一段距離 然後根據資料 這個圍牆的下面就是 過去的台北監獄的圍牆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這個案子是跟台北監獄圍牆是沒有直接相關的 這個計劃的考古事業主要目的是為探究道路透寬的範圍 是我們保存日期期在台北郵務所的相關基礎 因為計劃的一路是說跟圍牆有關係 基本上是可能應該是不會有關係 那主要是跟台北監獄所關設比較有關係 作為地域開發過程執行的話 就像回覆的一個廠長資料 那這計劃將由和盛領導國運有信工 入委的國典科技公司執行 那既然本案是跟台北監獄有關係 我們就把台北監獄的發展一個簡單的說明 台北監獄是1904年以後在台北限制建築完成 然後因為它的建築材料是有部分使用台北監獄石所清建 所以會被重視 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台北監獄成為台北第一監獄 1948年改成為台灣台北監獄 1962年的時候台北監獄移往桃園歸山 因此只剩下台北監獄 只留下台北監獄所 1963年台北監獄所也離異走了 所以台北監獄內部開始拆除 並出售全部的鼓勵 台北監獄是賣給中華電訊 南側是賣給台北郵局 1972年台北監獄猜拆除 只剩下南北兩個小端的圍牆 作為指定為鼓勵 這時候華方設計區寡屋新村形成 2013年台北市政府開始拆除華方設計區寡屋新村 這是日據時代台北監獄周邊的航照圖 這個方向是台北監獄的建築 而且周圍跟前面是有台北的事務所觀設 我們今天的計畫放在這裡 這是民國八十年以後 監獄周圍的一個現象 這時候台北監獄的礦物已經拆除了差不多 剩下南北圍牆 這是台北的火屋新村的行程 這是郵政瑜的中華電訊 這邊也都是開始拆除了 這是現在的台北監獄 附近愛國公路210項目前的狀態 這個考古發掘的計畫主要的目的有三個 進行現場的考古視覺 然後探測地底下的考古現象 第二個工作是進行促途物的整理 第三個工作是斷寫相關的報告 作為執行文化市場保存的依據 這是將來道路透寬以後的一個狀態 這是現在的台北郵局的一個圍牆 這條目前的道路是這裡 透寬也是往西透寬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道路透寬的方法是在台北郵局的圍牆的西邊 保留一段然後透寬以後 在道路路面是重新補射 然後在道路兩側挖掘排水溝集管境間 那挖掘的深度大概是印尼 那在這一條預定透寬的範圍 我們準備進行四個考古探空的視覺 那每個探空基本上是兩米乘兩米 那全程以人力發掘 那發掘過程中逐程了採取出土的標本 那預定發掘的範圍 我們是參考過去在台北監獄礦圍類的 特試特務區兩個地方的考古視覺的 一個發掘深度 基本上在挖掘深度設計 要像一米二大概就結束了 不過我們可能會根據當時的現象多一點調整 這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台北監獄的航道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紅色康康是我們一定施工的範圍 那這裡邊範圍其實主要包含的現象是台北監獄前面的 一種建範圍的建範圍 那這是台北監獄的圍牆 所以他們之間還有一段的距離 這是一九三九年台北監獄建築物配置圖的一個測量櫃之圖 那這裡邊藍色的是排水溝 所以除了這是行物所觀設 所以除了跟行物所觀設有關係 可能也跟台水溝會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次的考古發掘 可能出土的現象是行物所觀設旁邊的台水溝 跟一些行物所觀設的基礎 可能是會出土這些現象 這是我們根據1958年台北監獄所在的 地形測繪圖所做的一個規劃 就是我們預定在這裡邊發掘了十個碳坑 其中有六個碳坑 是可能跟那個石部所觀設的一個基礎有關係的碳視覺坑 那四個是跟那個排水溝有關係的視覺坑 那這個計劃一定從 如果審核通過 一定從3月開始的審核 那預定執行到8月 那這個計劃 設一個計劃主持人跟協同主持人 然後一些 準備拼用兩個專門助理 然後一些考古發掘的工人 那計劃的主持人是楊旺平 目前也就是楊旺平跟林一志 那計劃主持人 因此相關的資料請參考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發掘計劃 以上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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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來講 就是一個道路要拖寬 其實跟台北圍牆沒有重疊 反而是跟那個行務所的宿舍有一點 好 那我們 我們委員看看有沒有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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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個 上次做的小數是很想像 這相對比較簡單 有幾個小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個碳坑的位置 其實換成很想像 就是最後面的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那個宿舍分布的那個圖 然後跟碳坑的位置 套的位置 相對來說 現在計劃書裡面 這個非常清楚的很多 應該可以在倒數上面幾個 對 這邊或是前一個圖 相對它就變得非常清楚了 因為可以預期到你的碳坑的位置 跟圖子上顯示的有什麼 一個交集在哪裡 這是一個建議 另外就是說 在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說 因為今年初的時候 發掘審查辦法做了一個修正 所以第一點請再修訂就是 再證明發掘需求者是誰 因為從你們的合約上看起來顯然是 可能核勝營造部分有限公司 屬於發掘需求者 這個地方要在您 因為在最後的清徹的地方的時候 也是要以發掘需求者 為行為主題 那同時還有幾個要修正的 好像第37頁 依照新的辦法 裡面所計劃出的第四項其實是發掘目的計劃 因為計劃有可能是工程計劃 跟這個發掘計劃沒有關係 那同時可能比較嚴重的問題是說 在這個辦法的第六條第二版 也需要請你附書這個一級圖 還有所有權人的同意書 那在你們現在第四頁這個的話 它大致是但是還是註明清楚 比較沒有法律的可能的糾紛 那比較麻煩的是在 同樣是在這個第六條裡面 那其實應該要附上說明說 我點科技公司是符合這個審查辦法 第五條的證明說有聘雇學者專家兩人以上 你要提出一個證明 那現在目前在第39頁裡面 確實說明說計劃主持人是你打算聘雇這個計劃主持人 那這個寫法就好像這個計劃主持人 並不是你聘雇的 那就不符合了這個第五條的規定 你這個時候這個公司 這個以這樣子的寫法的話 那我點公司就不符合這個審查辦法 第五條規定的那個專業機關購 那同樣的在這個計劃主持人的這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往下 你這邊再往下一點 就是你計劃書上第七頁 同影片再往下 在計劃主持人的地方 怎麼會他的限制是數股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那怎麼不會怎麼不是國典科技的聘雇的人員呢 所以這個怎麼寫的好像不符合 不符合公司的這個資歷 那另外在第32條常住人員的代理人 這個周廷軒 他也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常住人員 即使他是代理人 他也必須要符合常住人員的資格 他才能夠代理 所以這個現在的計劃書的版本裡面有很多的部分 是更新版的這個考古移植 發覺這個條件審查辦法也衝突了 所以可能需要讓你需要再說明清楚 最後還有一條也是在第46頁 也就是計劃書的第12頁要項裡面 發覺申請者近三年的發覺執行進行 這條法律 這條規範的原因是要知道說 這個主持人 也就是負全責的主持人 現在在進行的計劃的狀態 而不是要寫說這個地點 現在經過幾次考古發覺 那在這一條下發覺申請者 也就是計劃主持人的話 結果呢 它目前是不是有其他的發覺症在進行 這個是這一條要寫的一個目的 所以這一項的寫的方式也不符合這個規定 那以上幾點就請您做一點說明 真的是 像提出的視覺計劃裡面 你所使用的なるほど其實都沒有現況 就是你應該要用使用台北市的那個 那個電子板那個都市地形做的 因為至少是一個可確認的資訊 然後也要套位台北市相關的地理資訊圖面 因為有些地下設施 比如說水管 污水管 電線 瓦斯等這些地下管線 其實都可以在我們上查得到 可是你們現在所使用的那個套位圖面 因為底部全部都是歷史公民 因為歷史公民是不出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應該要修正 OK 謝謝這些請 我們先回憶一下 從外面的主場還有人可以做的 另外來兩位委員的評論 所以我們才引用1958年台北電力建立地形測量圖上的那個 那個現象來做套位 那關於那個地下管線的一個問題 是因為它是我們這次透漢的方式 已經完全避開的那個地下會有管線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都沒有把它淘汰進去 那關於這個計畫主持人符合這個文化高度化學負責審查辦的一個規定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爭取那個計畫主持人的同意 那如果有什麼呢 符合那個內容的話 我會再重新修訂那個計畫 化學計畫書 好 好 專案主持人是從台東進來 好專案主持人 那個趙委員他的回應 我想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在你第七頁這邊寫的 他的限詞是其他的公司 那這個問題就會造成 造成那個我點規公司的沒有符合地步橋的 聘務兩個專家這樣子的一個專業機構的資格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補充做一個說明 然後才能說這個機關構成符合發掘資格的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那我們回去就重新把這個部分 再整理過來 那在你提供的那些 我們 能通過嗎 你呢 我們 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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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這個 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沒有保證 喔 投票 因為這個條件審查犯法裡面有明定做意 所以他需要 要他的第七款裡面就說明請提供這個要項的資訊 那現在因為這個審法變成說他不是這個單位的人 老師 是不是這樣 他其他的部分 包括他的一些做法都沒有問題 對 那個像這個 那個資格的問題 是不是請他補來的 我們這邊看完以後請趙老師確認一下就好 因為不然他再來報告 我本來以為提下一次 主要就是他現在的這個審法 這個版本實在是沒有辦法 那就互做這個辦法 對 他補來以後再審法 不是 那個投票還是就他內容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那他這個資格跟合適的部分他不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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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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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全盤單位為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推過老郎組花運動計畫 公開評選由首輪創意有限公司 取得經營管理權 使用單位先後委託將會聯建築士事務所及 淡江大學建築士辦理修復既在利用計畫 根據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 張開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翔復健二 第五 道地實驗 序於 11 年 11 年 11 日 張開副審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 許出徵補充後 提送送付款 過局審數審 會議進入翔復健三 第十二到第十八頁 基出審後原則同意續作 而審議會審查 本案 此頁為一例如文化資証公告 請委員參考 此頁為公告範圍及勢力圖 以及地籍地勤圖 那單位由首輪創意有限公司去進行檢報 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查 批評審查決議辦以後續 文化庁 rows延期認公司 任何的一些最佞文化 。 詐欺 designa Holding 從 Architect Game 轉下 升到 childcare 開花 家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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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 ? ここ 布 底下的索文創設計 簡單做一個報告 主要計畫是剛剛委員的大概已經看過的 就是理化街329號這個自然案子 然後接下來整個的計畫架構是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 補給修遺症用辦法12加6的方式進行檢討 然後我們感謝文化局跟文化局指導的 這個報告大概是價落成這樣 然後接下來那個地域群剛才已經解放過了 所以我們再追溯 那文史調查的部分我們請計畫主持人做檢討 好的 那各位各位大家好 那基本上來講在整個調查的歷史研究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包括所謂的一個大道成的一個歷史發展 然後以及包括就是對於前路 然後以及就是129號電影院的一個地域的一個調查 那詳細的資料請各位我們看一下花花書裡面 那如時間的關係在這個地方就非常快速的 久列了一下它的一個時間的一個列表 像這樣的事情 好 不好意思 那當然其實大道成的發展非常早 那大概實際上是在起風年間就已經開始發展了起來 然後一直經歷過了就是日本殖民時期以及戰後到現在 那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包括說像是329號的時候 其實在1907年的時候其實就已經開始有所謂建物完工的相加的事情 那大致上主要的其實是在大正120923年的時候 那寒家版的移轉 然後去建造了現在329號的電屋的相加的狀況 那一直到大概1992年的時候 然後被給爲所謂的激動歷史性的一個建築 那在那個民國就是2005年的時候 那其實開始進行了所謂的維護事業計畫 然後進行都市設計審議 那在2010年的時候聖宗局的執照 那目前其實是在2017年的時候 那2014年的時候由那個液晉發生物件公司取得經營 一直到現在 那在今年的時候 其實在完成新的簽約就像這樣去期 那在基礎形勢上面的時候 那它的特色上來講 基本上來講可以從它的 包括其實就是它是一坎二落的 然後一過水 然後兩層樓的一種基礎形勢 那兩鏡之間 然後是有一個天井在這個地方 那它的特色其實是在所謂的一個建築的理念 就是這個部分 那是台羅綽的一個全盛時期 的一個建築的一個建築 那當然其實上面來講 包括有一些就是 尹山井狗 然後那裡有暗狗 然後女兒牆 上面有弄銀花端 也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像這樣的事情 那在現場的調查部分的時候 詳細的資料也請各位委員看一下 就是報告書裡面 那針對它的所謂的烹雲的部分 然後建築結構的部分 那包含基礎磚購、木購 然後以及對於它內外表面裝修 然後以及它的資料股間牆等等 去進行的一些調查 那在這裡面的時候 這部分其實在報告書裡面 其實大致上有一些比較清楚的一些 一些詳述的像這樣的事情 那在整體的一個價值圖上面的時候 那其實透過所謂的歷史、藝術與科學 以及街區的產品 都會進行的一個混沌 那基本上來講 它反映了笛化街 一個所謂產業發展的一個歷史 那它同時也是具有所謂的 就是跟當地的一個 農產地、集散地的一個功能等等 那在藝術與科學的價值上面 那它反映了一坦二位破損 可以有進行的形式 然後 立面上面有專照三桶 還有面 然後以及牆取四處三窗的這個形式 等等 就像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在笛化街街區裡面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點其實是 那它與其他的街屋 共同去行錯了整體的一個街區的價值 就像在這個部分 那連續的 連續的那個 那個之前的那個修部內容 那 那個調查內容 我們發現大概有一些問題 就是大概就是一些 比較表面性的損壞 就是像負面破損 然後 那個重庭上面有侵胎 然後牆底有一些植物附生 然後接下來 表面裝修有一些油漆的剝落 所以這些東西是比較屬於這種 比較輕微的 所以依照這個部分 然後進行一些修復 那就是 如這個檢報上面所看的就是 尺磚上面一些破損 然後這個重庭的那個 青苔 然後接下來上面的植車 然後接下來油漆的剝落 這些事情 那 就是注入此類的東西之後 我們就是進入到後面的那個 修復的內容 就依照這些東西進行 然後接下來是在利用後 那以後我們請 再用部分 我們分三個 事宜性方面 我們分三個方向去評估 在文化資產的價值方面 因為本案有反映到 這時期的大正年代 米墊的一個建築形式 以空間使用 然後有呈現 一星號米墊 唐氏一家的一個歷史 那在保護重點及限制方面 保留的棋樓第一鏡 天井第二鏡的空間的一個特色 那在歷史空間延續呢 我們提出就是結合米航歷史啊 街區歷史跟餐廳 還有多功能展演的一個目標 那在原則原理方面呢 我們就必須以最小干預 作為一個裝修的一個原則 那避免破壞原有的一個建築的一個構造 那在定位方面呢 我們分五個方向 就是第一個是 先用設定為台灣毫米平台 結合稻米的一個上架油的產業 那同時呢 也是設定作為一個大老神的出入口 那強化基地可以導入人流 那再來呢 同時也收集在地歷史的一個故事 那可以展現 在一樓空間可以展現米業及傳產故事 還有修復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也定期舉辦這個藝文 台灣傳統藝術的活動的一個展演 那在社區回饋計畫方面呢 我們都會舉辦這個室內免費導覽 同時與周邊國小合作串聯 然後辦免費的一些社區活動 那同時也有參加台北友善店家 那在空間使用分區呢 我們一樓一進是設定餐飲作為區 及這個活動展演的一個場所 那在一樓二進的方面 是設定這個無兵火的一個廚房 那在二樓方面 二樓一進也是設定餐飲作為區 及活動展演的一個場所 那在二樓二進是設定辦公室跟儲藏室 那我們在一樓一進會規劃這個 三二九號唐家歷史及修復過程 那同時也會介紹老房子文化運動 讓這個生長人士呢 沒辦法上二樓 也可以了解三二九號的故事 然後有關於秀戶宇在利用所設計的建築土地 及消防人相關法令的部分的話 因為他取得使用資料在案 所以他的相關的使用上面 跟監管法令上面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接下來他比較有爭議 他比較有問題的是 實際上是後續使用上 就是說因為他自己餐廳 所以可能會有比較多的蚊蟲跟老鼠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後續的 像向監管委員處上報告書所說的 我們有提出一些房屬的這個部分的處理 然後所以這個部分就向監管委員 跟那個建包、書證這些房屬的部分 那修復的部分的話 就是主要是說 因為雖然是取得使用資料 但是因為他是歷史建築 所以需要有一個應應計畫之後的使用許可的部分 所以那個相關的費用裡面 大概會有40萬是在應應計畫 跟軍工圈的這個部分 然後其他的那個工程的費用的話就是像 怎麼會的 所以我們從高同心 進去到他們去看 所以我們聽說 所以我們要抓走